今天我们来演示一下如何分析亚马逊店铺的财务报告 作为一个亚马逊的经营子 我们当然是需要知道店铺的具体收支情况 那我今天就来演示一下如何分析亚马逊店铺的月度财务状况 我们先进入卖家后台 从数据报告菜单点付款 进入到付款控制面板 然后点日期范围报告 这里我们可以根据需求下载指定时间段的报告 我们点生成报告 报告类型选交易账户类型默认选全部月份 可以根据我们的需求选择选好后生成 等待系统生成后下载 就可以得到一份CSV格式的月度收支明细 我们用Excel打开 报告里的信息非常详细 包含了交易时间交易类型订单编号产品SQ 还有交易描述交易数量 甚至还包括订单地址运费和直扣等信息 大概了解了这个表的数据后 我们现在开始进行简单的统计 我们先用数据透视表来统计所有交易类型 选中所有数据 插入数据透视表 选中Tab 字段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所有交易类型的列表 然后选中Total 就可以得到所有交易类型的金额 我先解释一下Adjustment 就是FBA相关的赔偿费用 Dual Fit 限时促修费用 FBA Inventory Fit 亚马逊仓储费 Requered Action 轻货相关收入 ODA 相关的赔偿费用 Dual Fit 限时促修费用 FBA Inventory Fit 亚马逊仓储费 Requered Action 轻货相关收入 ODA 订单收入 ODA 订单赔偿测收金额 这一项可以忽略 然后是Refault 退款金额 Service Fit 服务费 Transfer 提现金额 最后的空白通常是优惠券的手续费 OK 这里是我们的各项收支汇总 通常我也把Transfer 提现金额排除 不参与统计 从行标签的筛选里 起到Transfer 这样就可以得到这个月 店铺的实际收支 那我们还要进一步了解 各个类型的交易明细 在右侧的日段里 选中Discretion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 每个交易类型的具体明细 通常我还会把收入和支出分开 并重新分类计算 首先计算收入项 包含订单金额 还有Adjustment 物流赔偿 以及轻货收入 然后计算支出 包含退款 还有仓储费 广告费 订阅费 合唱费 QPON 手续费 和Dual Fit 最后算出各项费用的占比 OK 是不是很简单 还有很多的维度可以分析 我们后面还会再聊 同时我会做一个全自动表格 下次分享给大家 OK 你学会了吗 下期见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